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时政有关消息 根据来自新华社的报道 北京时间一月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领导人 以电话方式慰问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人 慰问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等老同志 祝愿老同志们健康长寿 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中提及了慰问的老同志名单 其中除了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宋平、李兰青 曾庆红、吴关正、李长春、罗干、贺国强、刘云山、张高丽等前常委 还有田济云、池浩田、王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刘琦、吴怡、曹刚川、曾培炎、刘延东、李源潮、马凯、李建国、范长龙、孟建柱等 新华社报道表示老同志们对慰问表示感谢 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些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 高度评价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成就 又对习近平作为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核心表示忠心拥护 所谓老同志指的是已退休的高级官员 历年春节前夕中共领导人都会慰问老同志 二零二一年二月九日时习近平也慰问老同志 当时包括一百多人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北京冬奥有关的消息 此前有媒体报道 北京冬奥操纵运动员核酸检测结果影响运动员来中国参加比赛 北京冬奥疫情防空办公室副主任今天回应说没有必要 坚决不会这么做 他强调中国的核酸方法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PCR模式 得到了国际委会和中外医学专家的共同认定 又强调北京从事冬奥检测的实验室都是国家健康部门认定的 采样人员都经过培训有医学专业背景 他表示针对冬奥相关入境人员第一次检测结果呈阳性 还要再进行复检确认结果 他表示希望运动员和其他利益方放心 到中国参加冬奥会不要担心检测的真实性 而说到跟冬奥疫情相关的消息 北京冬奥组委还表示目前冬奥总体防疫成果不错 闭环内没有疫情传播 在吹风会上他特别表示随着涉澳人员入境增加 相关阳性比例增多 这是意料之中提前预估到的 总体而言入境海关阳性比例比较高 但是闭环之内的传播和发病率是比较低的 他表示现在很多阳性人员密切接触者 到了时间限制都能够顺利解除隔离正常工作 现在重点是前期时间专家研判很多入境人员是既往感染或复养的人员 传染性是比较低的 北京冬奥组委表示 1月28日机场入境涉澳人员总计1418人 运动员和随队官员736人 利益相关方682人 海关检测复检阳性29人 运动员和随队官员19人 其他利益相关方10人 闭环内核酸检测总数已达到五万七千一百一十二次 附减阳性7人均来自利益相关方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赵立坚有关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之前在推特发了四张照片 说这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为儿童带来的悲惨景象 但是后来摄影师出面回应 说照片其实拍摄于叙利亚 自己的作品被盗用 并且还被扭曲了原意感到十分分开 在一月二十四日的时候 赵立坚用个人认证推特账号发四张照片 发文表示 这就是美军进入阿富汗二十年造成的恶果 照片的摄影者是一位叙利亚摄影师苏莱曼 他在三天之后也在个人推特账面澄清 说这一些图片在叙利亚拍摄 而图片中的景象是由俄罗斯军队造成的 这一些大大小小的蛋壳 是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 针对叙利亚平民和儿童发动攻击所留下的 赵立坚在一月二十八日删除了自己的推文 而苏莱曼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除了赵立坚之外 另外一位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曾经是误保事实 他生气中国官员没有获得允许就使用自己的照片 还扭曲事实 又说赵立坚事后没有联系他 也没有为此进行道歉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此前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工作人员涉嫌篡改肿瘤患者基因检测结果 骗取医保基金情况得到中国方面关注 而在今天晚些时候国家医保局负责人表示 根据群众举报线索 医保局已敦促当地成立了医保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专案组 对情况进行调查 又说犯罪嫌疑人已经全部被批捕 同时阿斯利康部门表示要立即开展内部排查 堵塞营销监管漏洞 要曝光约谈和整改情况 阿斯利康表示要按照约谈要求 对深圳市医保和公安做好后续侦办工作 敦促员工有类似行为的主动投案自首 而国家医保局封面表示 下一步会联合公安部卫健委在全国范围内对篡改基因检测结果 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进行专项整治重拳出击 同时表示要守护好群众的看病前和救命前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奥运有关的更多消息 来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介绍 据查询公开讯息 北京有一个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类似机构 总共有三万七千多位工作人员 机构表示他们使用云催化技术 多年来为北京和全中国增加降雨量 根据来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这一次冬奥会期间 北京将在多大范围使用改变天气技术 目前不知道 但是过去三个月 该机构至少已向张家口附近的云层 发射了二百五十枚炮弹 还有十二架云催化飞机 随时待命当地机场 来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介绍 中国通过向云层发射点化银炮弹 和火箭催雨 这已经有一段历史了 但是过去十四个月以来 中国加大改变气候项目的分量十分罕见 文章分析 这样的努力不仅可以影响到中国十四亿人口 也会影响到周边国家 比如缅甸印度和尼泊尔 加剧了国家主权与全球责任之间的道德气象紧张局势 而同时文章引述专业人士表示 人工改变天气用于特殊需要 比如干旱时期降雪降雨 并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行为 但是不同地区资源分配 进行人工降雨有可能造成长远影响 去年七月一日建党百年时 有七万人出席天安门广场庆典 当时官方前一天晚上就向云层发射点化银 而华友表示不仅仅是短期项目 中国长远行动之一是在青藏高原进行云催化 使得降雨落入黄河以灌溉干旱的北方地区 报道引述环境问题专家说 人工影响天气也引发了有关于水拥有云催化空中水资源的争议 甚至可能引发国家内部甚至国家之间的诉讼 专家表示伊朗和印度抱怨他们的云资源被以色列和中国劫持了 未来类似的争端可能越来越多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外交方面的消息 中国外长王毅在昨天视频慰问驻万使领馆 他说去年是中国外交攻坚克南永逸前行的一年 外交战线全体人员展现国际担当 在多边舞台上坚守公道正义 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了不懈努力 同时王毅声称 外交战线群体人员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的思想 他同时说 全体驻外人员忠诚担当奉献 对此要致以诚挚的敬意 他同时说 外交战线要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习核心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营造安全的外部环境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香港方面的消息 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说 香港如果有专家推动与病毒共存 可视为违反香港国安法 他说防疫等于国防外交 有关主张有违国防政策违反社会秩序 西方国家选择躺平与病毒共存是不负责任的 任由病毒传播等于发起生物战 他甚至说根据国际法生物战是指故意使用细菌病毒等杀人或使人动物丧失能力可谓视为战争行为 何君尧甚至说要推动起诉与病毒共存的政府控告他们失职 导致人生财产损失挑起国际争端和战争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奇